那接下来什么是对流呢 其实对流就是说 这是液体或者气体 它们分子受热之后 它会产生这个热脏冷缩 就是热脏冷缩 因为热脏冷缩是什么脏 就是这个体积受热之后会膨胀 那以前我们学过 密度是不是质量除以体积 对不对 当你的体积变大 质量不变的话 密度是不是会变小 对 因为受热膨胀的关系 它密度就变小了 所以使得其他温度较低的液体 或气体分子相较之下 密度变大所以就下沉 所以就会一个上一个下 就形成对流 哇老师 这是在说什么 你念一大堆这个定义 我听得很头大 我们就最简单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最简单 家里会燃烧这个热开水吧 对不对 好 那你想想看 火在下面烧 那这个下面是不是会有液体分子 液体分子受热膨胀 是不是体积变大 密度变小 密度变小的话 是不是就会直接往上飘了 直接往上走 所以像底部的比较受热 温度比较高的分子呢 水分子它就往上跑 就往上跑 那往上跑 那下面是不是就空掉了 空掉你的总要东西来补啊 什么来补啊 就是上面比较冷的液体分子 对不对 它们因为体积比较小 所以它们密度就相对比较大 所以它们就下来补了嘛 对不对 你看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补 那不是就会产生一种对流现象吗 对不对 所以慢慢的它就形成对流现象 所以难怪我们煮开水的时候 虽然我们只是在底部加热 但是呢 很快的整壶水呢 都会变成热开水 所以这就是最明显的对流的一个结果 那有的同学呢 也会在问老师 老师那如果加热的时候不是在下面 而是在旁边的话怎么办 哦 它这个是蛮好的一个举一反身的问题 他说老师 如果加热是在这边 就是从侧面 然后比较接近上方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蛮好的一个反思问题哦 那会怎么样 那这边的受热分子 液体分子是不是就受热 是不是就往上走 对不对 那上面的水分子相对的就往下走 所以相对的它的对流现象 会比较发生在上半部 那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啦 如果你只在旁边加热的话 接近上半部 就会变成了下面的水 还是保留是冰的 表示是冷水 然后上面呢 开始加热 所以呢 像一般来说呢 我们加热不会是从侧面加热 对不对 我们会把热源呢 放在整壶水的最下方 那其实呢 对流现象的例子呢 太多了 太多了 比如说来看这两个图 这个是一个冷气机 对不对 请问你有没有注意到 冷气机我们一般在家里 屋子里面是装在哪里 你看看这个也知道 这上面是不是天花板 所以冷气机是不是都装在屋子的上方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冷气机要装在房间啊 屋子的上方 为什么 因为冷空气 体积小 密度大 所以就会往下降 对不对 所以它就这样吹嘛 就往下降 对不对 那热空气呢 相对之下 这里是就空缺了 所以热空气呢 就往上走 对不对 那所以就形成一种对流现象啊 是不是 如果你冷气机装在下面 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想想看 对啊 如果你吹出来冷空气都是在下方 那是不是 它只会在下面对流 因为它马上就要往下降了嘛 那热空气一样在下上升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冷空气就一直居留在下半部啊 那这个问题会发生怎么样 你如果人是这样站着 你就只有脚底凉而已 上面好热啊 对不对 哪有冷气吹吹吹 我身体的上半部是热的 下半部是凉的 这是什么样的冷气啊 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那相同的 来 你能不能看看 这右手边这下面两张图是什么 这个如果你在国外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种暖气机啊 那这也是我们暖气机 这都是暖气机 好 那你看暖气机它是装在哪边 它是不是靠近地板 诶 暖气想想看 为什么暖气机要装下面 因为暖气机如果装下面的话 它是送出来是热风 对不对 热气 那热气送出来 哦 热乎乎 热空气密度小 对不对 所以是就会自动飘上来嘛 对不对 那相对的这旁边的冷空气就往下降了嘛 对啊 那这样才会产生对流啊 对不对 那这样对流之后整个空间整个房间就充满暖气 对啊 这样我们才会舒适嘛 所以在国外如果是下雪的天气里面 整个屋子才会利用对流现象充满暖空气 对不对 所以你反之啊 你暖气会不会放在上面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暖气如果放在上面想也知道 暖空气只会在上面对流 那下面还是冰冷的 这也不是我们所乐意所看到的嘛 对不对 我们装暖气 结果天花板是暖的 我们睡觉地方冷的半死 太恐怖了 那再举一个对流的例子 比如说是海风啊 陆风这个 你想想看在冰海地区 在在白天 来看这个白天 白天太阳是不是会照射 所以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嘛 这陆地的这个比热是怎么样 比较小的嘛 所以一冷一热有没有 所以呢 白天照射的话 陆地的温度是不是高于海水啊 所以呢 这地面上的热空气是不是就会上升 当这一上升这就造成真空嘛 对不对 那真空就是海面的 这些空气就要吹过来 就过来补 所以难怪在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吹什么 海风 什么叫海风 就是风从海面上吹向陆地 对不对 那相反的 在晚上的时候 你陆地的这个温度是不是比较低 温度是低于海水哦 对不对 所以呢 海面上的空气温度较高 所以呢 这里温度是空气的 就往上走了 那往上走之后 这里是不是形成真空 那真空陆地上的空气就往这里补 地补 所以换句话说 晚上风就会从陆地吹向海洋 是不是就会形成陆风 哦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这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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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